而嘉义市只是从昨天开始 一连三天针对七岁的市民 来接种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 但是您看到这个现场有点乱 因为不少人是没有按照通知的时间 他提早到场要去施打 让接种战就出现了爆量的人潮 所以反倒准时到现场的民众 必须得要等很久抱怨连连 嘉义市的卫生局接过通知 也立刻调派了人力来支援 也强调大家不必提早到 只要收到通知啊 都能够打到疫苗的 接种战外都是人 都是等着要打疫苗 有人等到生气了 排阶队伍后面的阿伯发飙 工作人员不断安抚 就因为现场人太多 一等要等好久 嘉义市从10月2号起一连三天 造册榜70岁的市民 施打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 有不少人担心打不到 提早到现场要抢打 造成接种战人潮爆量 嘉义市卫生局接获通知 立刻调派人力支援 我们就是赶快加派医护的人力 到现场 然后也发号码牌 然后让这个准备可以迅速 到里面来施打 大概20分钟后就有比较疏散 卫生局也强调 疫苗都有算好数量 只要有收到通知都打得到 民众不必提早到场 以免造成接种战的混乱 华西新闻陈建邦出 军萍谢雨昕嘉义报道